這個爐口整來整去都還是塞車 其實這個爐口有很多食物 我又沒有完全試過 記得在 Silver Star Blue River 即是 Low Fuse 旁邊 有一間好像是吃點心 看看是否值得吃 還有那天上品下午茶都未有時間試 大家又說是很低 奇怪 現在早上六月中旬 還未是認真熱 感覺昨晚還要九度 如果去露營的朋友 應該在攝影中紮紮跳 這裏都算是最多華人光顧的 No Fuse 這鏡頭變成廣角鏡 你別管了 過到去才算 甚麼是 Low Fuse 旁邊的建築 這裏每年都有一間賣花 我沒有甚麼光顧 這裏都算是貴的 好 左手邊叫德福點心旺 今天站在這裏 進門口就站在這裏 其實我眼看都是 Full House 有些桌子還未撿 服務員見到我們是不理會的 他又不會問你多少位 有甚麼都不理會 總之他的眼睫毛 他可能明知沒有位時 坐也不想理會你 現在暫時感覺非常冷漠 終於有人叫 隨機拍攝一下 拍攝一下頂部 拍攝一下底部 其實裝修不是很像酒樓的裝修 不像的 好嗎 由於進門口的時候 那種見到客人站在這裏 又走來走去 總之就不理會你 又不問你多少位 其實進門口的時候 我嘗試探望他的視頻 做出兩個人的手勢 沒有人理會你 首先這裏我覺得很冷漠 我再打下去 再看其他情況是怎樣 眼見他的點心紙 其實只有一張紙 現在暫時都算是八成滿 今天是星期日 這個鐘數是一點鐘左右 生意叫做幾好 點心紙給大家看看 今天全部沒有菜單 只有一張紙 看到價錢 德福點心王 就電話地址 沒有啊 只有電話 我待會再找一下地址 其實就是吃Superstar 那個Pasa NoFu旁 見到點心 全部都是用一個正價的 沒什麼優惠 四元 五元 六元 一路上 五市特價 我見到這裏 剛才我見過有個人 在門口站的時候 見到有個人叫過 糧粗糙炒飯 挺精神的 很大大碟 這裏 看看待會硬壞了 點心就是這麼多了 咦 媽媽已經剪了一個沙傘鮮竹捲 你看到這裏有些飯 飯已經去到八元 那就 那就看自己自己自行決定了 好奇怪 你看看 有一個西洋菜腸粉 西洋菜腸粉真的沒見過 西洋菜腸粉已經是好的 那夾起來就很厲害 有些事沒見過 香西皮蛋腸 有沒有見過 好了 以防我忘記了 我就讓大家看看 我叫了甚麼 我只有兩人叫一個沙傘鮮竹捲 就是 五元 辣味糯米包 我真是很久沒吃過 記得我處長的童年回憶 其實是糯米包 看看他能否給回回回憶 5元 然後蝦腸 蝦腸大點是6元 試一試鑊氣是否可以 就是乾炒牛河 都未入攤 阿姐走過 乾炒牛河買完 那怎麼辦呢 又立即 經過阿姐說沒有牛河之後 其實我們母子就站起來 其他東西都不太簡單 在這些餐館裡 其實選擇真的很少 或者晚飯會多些 我現在1點鐘來的 我就是得這個餐牌 選擇的時候 就不太開心 因為譬如說 你無緣無故吃兩隻蟹鉗 豬鹽豆腐怎樣值11元 然後生炒骨 這個生炒骨可能會試的 但我又在中午的時候 沒理由會叫生炒骨出來 真的搞不定 你又不會走來吃兩個 什麼日式燒牛仔骨 看來看去 剛才我走進門口的時候 見到一個揚州炒飯好像挺精神 但我又怕 你知道 我一叫他走青豆 他分分鐘不記得走 我又站在那裡 所以揚州炒飯 我是因為怕有青豆 也怕制止他不到 所以不敢買 唯一剩下的就是 事汁偶米 就是這樣說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你未必看到他寫什麼 不如整大它 糕點 買滿二十盒 有九折 我想真是幾難買到二十盒 其實講喝茶來說 這個街角位沒有幾多間 對面那間就倒閉了 然後再過一些有什麼 本來在 對面那間客人 有一間叫什麼 十字道口那裡 有一間本來都有早茶 但疫情關係做不住 沒有早茶 只是繼續做晚飯 所以如果住在這個街角的街坊 其實就應該沒有選擇了 只有這裡 那你想想 以前還可以去Market Village 有家人工那些 或者進去Market 裡面有一間酒樓 現在附近這裡是沒有 沒點心吃的 所以我想人樓方面 都有所幫助 好了 等了一會之後 終於出來了 那個長粉 看上去就挺精型的 你看到的 亮身 有油粉的面 亮亮的 豉油是冷的 好了 先試一試 咦 它的蝦就是 蝦就是 有九粒 是吧 多少粒蝦呢 下面是兩粒 這裡是三粒 那這邊呢 這是蝦來的 這裡是 即是二二三 對 所以面頭那一件 就是三隻蝦的 黏得很交關 黏得散光了 試試 嘩 好張口 樣子挺漂亮 你看 炸的米漿 黏得很像膠水 看到嗎 樣子好看 但不好吃 黏得很厲害 其實這個腸粉 真的很奇怪 它那個煙煙韌 我不是 我經常都是用 我平常吃開東西的態度 去觸覺去吃東西 我不知道它用什麼 形成到現在這個效果 總之就黏黏黏 整個筷子頭 都黏滿了 黏滿了 腸粉 賣相 我給很高分 但去到一格 筷子一落的時候 就經常 好像拆漿糊一樣 今天可能 因為星期日 裡面的廚房 可能是做不切東西 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就只是剛才那碟腸粉 真的等很久 大家再看多一次 鮮竹捲 一定是用它們自己 急凍了點心 馬上放進去蒸 是不是 就算你不是預先蒸 好生意的 會預先蒸 但如果好像這些 他可能覺得 有客人叫我先 放進去蒸 急凍點心 放進去蒸 都不是蒸30分鐘 為什麼現在半個小時 都還在等 糯米包也是蒸 難道現在猜什麼 炒菜又沒有炒出來 這條片一定有很多爭議 因為我看到它 其實是很多熟客在這裡吃的 很明顯他們是吃開的 對於他們來說 如果是處長這個評論 覺得很不合理 他的食物很好吃 但我只是用我第一次進來 我所見所聞見到的東西 終於有一碟炒菜出場 先說 大家看到這個是 什麼牛肉 看到牛肉其實是挺多的 而且它是厚切的 但那個獻汁 就是啞色 一坨 最後沒有放少許油 是啞色的 份量 就沒有剛才看到 別人的揚州炒飯那麼精神 那個就好像大碟些 我們看看這個牛肉 牛肉 牛肉 就是拿到的了 它拿到很軟 整個賣相差了那種油水的光澤 是啞色 這個米粉是一個煎了的米粉餅 這裏有少許,怎樣做呢 煎米粉餅,可能要先用剪刀 怎樣都好,我先吃少許給你看 米粉太軟,米粉浸水浸得太厲害 現在用筋肉來煎,咬下去就不夠爽口的米粉 味道是對的,牛肉亦都多,看見多牛肉 所以你預料是拿到鬆 鮮竹卷,鮮竹卷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沙姐鮮竹卷,有甚麼不同呢 因為沒有剪刀,我只說有整條咬 看份量都要大條 跟沙姐沒有關係 是普通的蠔油鮮竹卷 跟沙姐沒有關係 裡面也有足夠的筍,肉絲 肉,肉雀應該是甚麼呢 攪肉,味道方面偏淡 一杯 但不是沙 但跟沙姐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拍了這麼久 Youtube未拍過的糯米包 糯米包 糯米包也說,初中小時候 媽媽一定會叫糯米包給我 先吃飽你的臭小子 然後你就顧著吃飽了 單天望地 她會繼續看報紙在酒樓那裏 她會逗久一點 因為牛媽覺得 進去酒樓等了這麼久 老虎也會坐久一點 我吃給你看看 一個糯米包是怎樣的 有些黏著皮 小心拔 否則你的包就散在蒸籠裡 在這邊 躺一躺出空間 似乎都必散無燕 吃給你看 糯米包 你先看這個 靚仔一點 它也挺大球 它也挺大球 但小時候一定沒有那麼大球 小很多 小時候吃的那個包是小粒一點 不會那麼大 大一個就值得吃一點 裡面多一點 其實主打裡面是什麼呢 是糯米飯 糯米糯米飯 包在皮裏面 這個就是童年回憶 糯米飯口感都不嫩 粒粒均 都叫正常 有沒有那個回憶回來呢 因為那個辣味呢 比較切得細粒 辣味的味道 不是很濃 小時候的辣味是大粒些 味道比較搶 比較搶 回憶回不回來 就回不了 不是我說 當我們打包一些外賣的時候 當我們打包一些外賣的時候 你發現那個芡汁是這樣的的時候 芡汁是出了問題 所以這裡的炒鍋 其實在這個中數 那個炒鍋 師傅是不太適合的 好了,先拍單 單就是這樣出發 你... 九九幾 怎麼算的 我不管 總之現在先探索 你們回去跟我計算 合不合算 就三十二個幾 算整個總數 我又不是覺得貴